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石牌無名手工蛋餅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在一個小巷子裡 停車不太好停,各位朋友要注意 的確是排隊的店家 全內用也要排隊嗎? 內用也要排隊嗎? 內用也要排隊嗎? 好,謝謝 下月才要排,平常不要嗎? 好,謝謝 菜單就在牆壁上 日本媒體有來採訪過 非常有名的店家 那我一個蛋餅內用,然後我還要花生湯 熱的嗎? 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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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熱騰騰,熱騰騰 原來是現做的 那現做一定是好吃的 那花生湯就好了 看起來蠻濃郁的 嗚 蠻好喝的 然後這個花生很綿密 很香 很好吃 謝謝 花生湯很濃郁,建議一定要點 冷冷的天這樣吃起來真的很舒服 好,非常棒 好吃喔 好,最後是這個本日主角 手工蛋餅 好,都有各家人在旁邊 好,都有各家人在旁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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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來,內用牛條是哪位 好 好,現在就吃吃看 半熟半熟半熟 哇呼呼呼呼呼 這種感覺啊 蛋黃就留到這個蛋餅上 會讓這個蛋餅 更加的有功味 嗯,煎得很半熟 然後煎得很酥脆 好,在這個現桿現煎的蛋餅 那一定好吃的 看起來就是外出內軟的樣子 好,在這個現桿現煎的蛋餅 好,這個現桿會喜歡 外出內軟 好,很香 嗯,好吃 確實厲害 香噴噴,香噴噴的 好,主要就是吃這個餅皮的香氣 很香 很香 好,外出內軟 很好吃 感覺是厚皮啊 然後中間還有這個 蛋跟蔥花 好熱騰騰,熱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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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在牆上是時尚玩家也有來過 好難怪會這麼火火嗎 它口味真的相當不錯 恩,好吃 相信這一定是這附近的愛店 居民的愛店 恩,好吃 薑辣漿跟醬油膏就相當的不錯 那分數我覺得是95分 吃起來稍微有點緊張感 人還蠻多的 好吃 我這樣比蘿蔔糕不一樣 這個沒有加蛋的正常版 有加蛋 對,我是說沒有加上荷包蛋 好,那就繼續下去了 那個 這邊居民都非常熱愛這家蛋餅店 還有可以加辣 對,還有 我的荷包蛋半熟 好,有非常多種的吃法 剛剛這位客人介紹說 有人是把蛋餅泡到米漿裡去 沾米漿 好,那總之 再一杯 好,總之這個 各有各有吃法 各有小妙 花生湯是滿香的 嗯嗯嗯嗯 欸,花生湯我應該沒有講分數 是滿分 相當濃郁啊 我跟着吃 好,再一顆吃 很香 好,再一顆切 那裡就可能是普通的吃波瑋 一樣 好,再一顆吃 那裡就可能是普通的吃波瑋 相當的不錯 好,那這個鋼筋起來就熱騰騰熱騰騰 很酥 很酥啦,外酥內軟 您常來吃嗎? 常常來吃 幾乎都常常排隊了 今天下雨沒排隊 所以可見平常來吃的緊張感更強烈 要趕快吃趕快閃的感覺 現在還稍微有一點小放鬆 這個情形居然是沒有排隊 小排,那平常應該是更加緊張的感覺 好,那請問我多少 我是蛋餅加荷包蛋 然後還有花生湯 蛋餅、荷包蛋、花生湯 剛好一百,好,謝謝 謝謝你喔 好,現在可以感受到這個店的緊張感 好,再看一遍 這個私上玩家有來過的名店 還有很多人簽名 應該兩個人 好,那詳細的看一下 好吃的秘訣就在於這個 蛋餅市現趕的 好,真的很好吃喔 外酥內嫩 外酥內嫩 好,生意超級好的喔 那各位朋友我建議可以 外帶回去吃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拜拜 拜拜 好,那這附近比較稍微有名一點的地方 應該算那個吧 白石教會 好,這樣應該很明白了喔 那那邊還有一個郵局 好,那就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 拜拜 拜拜